北京艺术家艾未未被抓后 中共官方媒体不断对她进行抹黑和攻击 而对于港澳和海外的华文媒体 艾未未似乎也成为了言论自由的试金石 香港的文汇报连续一个星期 每天发表文章抹黑艾未未 文汇报19号再以24位假艺术家的真面目为题 批判艾未未 这篇批评艾未未的文章刊登后 香港大陆及美国都有网民留言评论 有大陆网民对文汇报的连番举动感到失望 呼吁港人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保护香港自由制度 也有网民表示 香港文汇报言论一向紧贴中共的政策 就好像大陆在港直跟的媒体报章 而全球对艾未未的报道 似乎也成为鉴别媒体 是否受到中共言论控制影响的试金石 BBC中文网 德国直升中文网 中时电子报 大纪元时报 世界日报 自由时报 自由亚洲 苹果日报等中文媒体 普遍报道了艾未未家属的声音 和各国支持者为了营救艾未未所举行的活动 艾未未被抓后 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批评达到新的高潮 与此同时 更多的人以行为艺术或者媒体艺术声援艾未未 国际艺术界也发起签名联署 据了解 目前已有6万多人参加 其中更包括古根汉美术馆 纽约现代美术馆 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等国际重要美术馆参与联署 纽约市约有200群众 4月17号聚集中共领事馆 参加了给艾未未的1001张椅子活动 这是由美国艺术组织Creative Time在全球发起的 以获得全球各地许多民众的响应 他们在同一天下午一点带着椅子 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办事处前静坐 声援释放艾未未 而由美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Alison Crayman操刀的艾未未纪录片 艾未未 never sorry 艾未未永不后悔 也将于数周后面试 影片记录艾未未过去两年多的艺术创作 及社会维权事项 包括四川大地震遇难学生名单调查 为四川作家谈坐人作证而被公安殴打等 电影资料片段长达200多个小时 Crayman在纽约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 艾未未曾亲身解说 他所面临的危险及风险 Crayman表示 这些话现在看来 尤其有先见之明 艾未未4月3号在北京机场被警察带走 至今下落不明 家属对外表示 没有收到正式的拘捕通知 而艾未未被捕后 中共官媒新华社和北京日报声称 艾未未因涉及经济犯罪 公安机关目前正在依法对他进行调查 而《文汇报》《大公报》则报道 艾未未涉嫌逃漏税 重婚罪和网络散播淫秽物品等罪 正在接受当局的调查和控制中 新唐人记者上演 吴慧珍综合报道